广西的网友有点意思留言问 外地的能不能买羊毛套餐 简单的回答是很遗憾不能 我快速的给新来的网友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的背景吧 羊毛套餐是我们店针对20万以下的车型推出的入门级音响升级方案 由于效果出众 性价比高 得到了各地广大网友的关注 具体介绍可以看看另外的羊毛套餐系列专辑 羊毛套餐包含了产品 方案 安装和调试全套 所以它是一整套的音响系统 它不仅仅是有几个简单的产品的组合 外地的网友买回去只是买了产品和方案 没有安装跟调试是很难达到设计的效果的 所以我们只能做本地交付 这是厦门车友独享的福利了 那这个问题为什么值得在每周问答里面来说呢 主要是因为它其实引出了另外一个大家经常讨论的问题 汽车音响的四大要素中 器材 方案 安装和调试到底谁比较重要 由于时间的原因 今天我只讲前面的两点 器材和方案 安装和调试我留到下一期来讲吧 音响器材很重要 它决定了整套音响系统的理论上限 一套器材最理想的状态下能出什么声音 在你选择好了产品的同时就决定了 但是这只是理论上限 和你实际能听到什么效果 坦率的讲是完全两回事 你实际能听到的效果是由后面的三个因素 方案 安装和调试来决定的 方案是一切的开始 一个合理的方案可以让你用合理的代价来解决问题 方案对了 汽车音响就成功了一小半 如果一套音响从方案的设计阶段就有问题 后面的一切都是缝缝补补 整套系统要么达不到预期 要么会浪费很多钱 或者两者兼有 既不满意又觉得贵 这就好像你本来准备买一辆车跑滴滴 结果被人推荐买了一台宝马M5 这就是典型的掉坑里了 那么怎样才能获得合理的改装方案呢 汽车音响的方案我们把它大致分为两种 通用型方案和专用型方案 通用型方案适合需求清晰简单的用户 例如我们的羊毛套餐和B尾入门级三分屏 一般来说入门级的产品由于预算的原因 选择余力比较小 所以比较适合来做通用型方案 如果你觉得通用型方案似乎还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那可能就要考虑第二种专用型方案了 所谓专用型就好像我们做西装一样 根据你的体型穿着场合和用途来设计裁剪 专用型方案一般都是一对一 case by case的顾问式服务了 这个时候他会问你一大堆有关需求和期望值的问题 比如说以前都听过什么音响系统 平时都听什么歌 听多大的音量 大概的预算范围是多少 要不要考虑副驾驶和后排等等 然后根据你提供的这些信息来设计方案 由于客户大多数不专业 需求经常是天马行空的 这个时候还必须要把客户拉回来 告诉他哪些要求是当前预算做不到的 哪些是无论花多少钱也做不到的 不过你提供的信息越充分 方案就有可能越合理 真正有价值的一对一的顾问服务 成本是非常高的 但是方案越合理 实施起来的时候 交的学费反而越少 与此同时 你在方案中提出的具体意见越多 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 除非你比你的店家还要更加专业 你自己直接做方案就好 我们的观众当中 如果有人和那种疑心病又重 又不懂行 又喜欢瞎指挥的甲方打过交道的 应该理解我说的意思 如果你和称职的专业机构合作过 应该体验过那种感觉 一旦敲定了 就不需要操心了 等着收获就好 只有买单的时候心疼 其他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后悔 小结一下 音响改装中 方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获得合理的方案 我的建议是 你要在预算的范围内 选最贵的人 给他充分的需求信息 然后放手让他去做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反常识的道理 往往越贵的人 才越能帮你省时间和省钱 你越是想在关键的人上面 节省成本 往往交的学费反而更多 当然以上所讲的这些内容 都是基于一个大的前提 就是你首先得找到一个 靠谱的专业改装店 找到和你需求相匹配的专业改装店 这个是避免踩坑的最重要的一步 专业度高不高 重点看两个方面 技术能力和职业操守 如何去辨别一家店的技术能力高不高 其实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我现在通过拍摄短视频 分享音响改装思路 安装的工艺 调试的方法 以及如何判断一套音响 是不是合格等等 科普分享这些信息 来帮助大家提高辨别能力 少踩坑 找到自己合适的专业改装店 但是一家店呢 仅仅有技术能力是不够的 专业度高 还必须同时要有职业操守 能够以客户的利益为中心 在任何情况下 都愿意做出公平的建议和选择 不会为了成交去盲从客户 敢说真话 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 行业的底线在哪里 按照中国的老话来说 只有德才兼备 才能够称之为专业 如何识别出有职业操守的人为你服务 这个就超出了我们现在的话题范围了 等待大家在评论区自由发挥吧 我是Jacky 一个愿意回答任何汽车音响问题的年轻人 如果你有关于汽车音响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吧 一个好的问题远比答案更有价值 谢谢收看 我们下周见